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他问你下列选项中不能构成折半查找关键字比较序列的是什么 其实这类题都在考你同一个问题 你通过这个序列能看出来什么 以递选项为例 我来告诉你 你第一个得到了一个180 你只知道第一次的分界线是180 但是你不知道你走的是180的左边还是右边 你要到哪才知道 你走到下一步才知道 你看到200之后 你就知道 180这里我走的是右边这条路 所以说180后面的所有顶点 他都比180大 这是我们看到200之后得到的一个消息 那么同样看到500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到了在200这条路上 走左还是走右 他选择的走右 因为你不走右你走不到500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是 从200开始的后面的所有的值都比200大 然后走到500这里我们来看 他最后给了一个450 其实我们是能得到一条消息 就是500往后的所有顶点 他都应该比500小 因为你选择是一个450 但是由于你545后面其实已经没东西了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比较了 对不对 你450是做出条件的那个 你不可能限制住自己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步其实得到的信息是没有用的 OK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四个选项 A选项500 200 那么200这里是不是得到了 后面的所有都应该比500小 450 180 OK 这个符合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步 450 200 是不是得到了 后面的所有都应该比200大呀 不然你也得不到450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看 180是不是不符合 它是不是比200小了 所以说A选项错误 而题目问的就是不能构成的一个比较序列 OK 选的是一个A选项 B C 我们也同样走一遍 首先500 450 450给的信息是后面所有的点都比500小 我们来看 OK 符合 然后200得到的信息是后面所有的点都比450小 一看 符合 然后最后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实际上是得到一个结论 后面的点都比200小 但是其实后面已经没有可以比较的点了 所以你就无需进行得出来这条结论了 来看C选项 500 180 是不是盛名了 后面所有的点都应该比180大 然后一看 OK 没问题 然后看这一对 200得到的信息是不是后面的点都比500小 OK 没问题 后面这一对直接不得结论了 因为你得出来结论也没人和你比 所以B C D都是正确情况 我们选的是一个A 它不能够构成折半插走的一个比较序列 它违背了这样一个过程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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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